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python入门课程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 我打算给大家介绍三个新的python中的概念 一个叫做topo,一个叫做set,一个叫做dictionary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举例子说明 topo呢,非常像我们之前讲过的list 但是呢,它又不是一个list topo怎么定义呢? 我们之前其实在上一节课当中已经见到过topo 我当时写了个ab等于01,对吧 那实际上这种01的表示呢,它就是一个topo 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把01同时复制给A 我们看一下A,它就变成了这样一种带圆括号的01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看typeA呢 你发现它就是一个topo 所以说,所以说topo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固定的list 但是它跟list有什么区别呢? 它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你不能修改topo里面的元素的信息 当然你这边可以把它写得很长 3456 那它也是一个topo 但是如果你想要改A0等于1呢 它会告诉你 topo object does not support item assignment 也就是说你不可以修改topo里面的信息 每一个item一旦被初始化之后呢,它就已经固定了 但是你依然可以把topo里面的元素像这样的去拿出来 这个就是它跟list的一些区别 别的方面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topo给重新给打散出来 比如说刚刚我有6个元素 你可以写ABCDEF 这个A因为我刚刚用过了 所以我为了避免重复我就BCDEF G等于A 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到我们的G呢就是6 我们的B呢就是0 所以这个topo你既可以这样打包的塞进一个elementA里面去 也可以把它拆散出来 变成每一个元素 那这个呢就是topo topo你可以非常轻松的把它变成一个list 如果你强制做那个typeconversion呢 A就会变成一个list 然后如果你看它的type呢 你发现它就是一个list 好 那我们下一个要讲的概念是set 什么是set呢 同学们学过高中数学就知道set是一个集合对吧 如果我们写s等于set呢 那你就会看到你看types它就是一个set set有什么特征呢 它跟我们高中数学学的集合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里面的元素呢是不可以有重复的 每一个元素如果出现了它就只能出现一次 并且里面的元素是没有顺序之分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你可以在s里面加一些元素 比如我可以sadd1 add2 然后这边多加一些元素进去啊 我们可以加apple orange facebook bilibili 这个时候我们在看s你发现s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合 然后你发现它的顺序呢 这个顺序是不固定的 虽然它这么写出来 但实际上它没有任何的顺序之分 并且呢 实际上你这个s可以用这一种 你看到它 你注意到它外面有一个大括号 实际上你可以用这种大括号的方式来初始化一个set 你看这个 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它的type呢 sorry 这边应该是ss 你发现它也是一个set 所以set有它的构建方法呢 你如果要构建一个空的set 你就可以用set括号来表示 但是同学们要注意一点啊 你不可以写 这种格式它并不是一个set 同学们可能会认为它会不会是一个空级的set呢 实际上不是的 这个ss 你通过这样的方法构建出来的是 我们后面要讲的另一种数据结构叫做dictionary 所以说set里面呢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操作 你可以用在s里面add 你应该也可以 对就是这样的一种set 那另外呢 set也支持我们之前讲过的list comprehension 就是你还是可以写for element inss print element 就它也是一种可以叫做iterable 这其实是一个特别的词啊 就是你可以被便利的那种数据结构 我们都叫它是iterable的 所以它也是一个iterable的数据结构 并且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像list comprehension一样的去做它 你可以写for element inss 比如说我写一个hello.format element 那你发现它也是可以被同样的做一些更改 当然你发现这边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list的数据结构 那就是这个就是set set的更多操作呢 同学们可以自己查set documentation python 因为每一个数据结构都有很多的可供你选择的啊 同学们看到我刚刚打开的这个documentation是2.7版本的 大家尽量不要看这种python2版本的 你要看的话呢 就看这个python三点至少是3.6以后的版本 然后你就会看到它会有一些set的操作对吧 你就可以去看set究竟可以做什么事情 你看可以看它的length就是有多少个element 可以检查元素是不是在里面 可以看它is subset就是看两个set之间是不是 是不是自己的关系 你还可以做union做intersection 我们都可以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看怎么样做union 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有一个pp吧 等于32apple然后1225 那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下ss.unionpp是什么呢 它就返回给你这样一个两个集合的并起 那同理这些intersection之类的同学们 我们都可以在课后自己去尝试 那set的作用就非常的显而易见了 它就是帮助大家做到一个避免重复的一个作用 你如果有一个数据集合 你需要不断的加一些元素进去 如果你不希望它重复呢 你就可以用一个set来表示 最后要给大家讲的第三种数据结构叫做dictionary dictionary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一个词典是长什么样子的 我们自己平时用的词典是不是 它相当于是每一个词都会有一个解释 相当于是有一种key value或者叫见值的对应关系 key value对应关系 所以这个dictionary呢 它的构成方式就是一些key和和和那个我们的值 所以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把去年的比如说那些学校的排名给它写一下 我其实不知道大学的排名究竟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就随便写一下 比如说清华一北大 这个要特别要注意双引号之类的中文英文之间不要不要切错 清华北大还有什么呢 比如复旦三交大还有什么呢 我随便写吧 我真不知道这些学校的排名 那我们就这样就这个schools 如果你想把它写得漂亮一点 可以把它分几个不同的行 这个呢就是一个dictionary 你看到左边的在这个冒号左边的呢 是你的一个key value pair里面的key 右边呢是你的key value pair里面的value 这个空格你可写可不写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schools 它就是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 如果你查看typeschools 你发现它是一个dictionary 那dictionary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你可以根据它的key得到它的value 所以如果我们看schools 清华你就会它就会给你返回1 如果你写北大呢它会给你返回2 如果你写浙大它会给你返回5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建值对应关系 如果我们想要便利利 我们想要得到它所有的key呢 你可以用schools.keys 这个时候它会给你返回所有的dict keys 如果你写values呢它就会给你返回values 那这些keys和values你都是可以去便利它的 比如说你可以写4k in这个keys 你可以写去printk 那就可以拿到所有的key 你也可以写4v in values printv 这样你就可以拿到所有的values 如果你想要把key和value一起拿到呢 你就可以写4kv in schools 点items 然后我们写printkv 这样你就会把k跟v同时给拿出来 key value pairs一起拿出来 那这边呢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如果我想要把键和值给反过来 可以怎么做呢 比如说像刚刚的这样的一个list 我们如果想把它反 刚刚的那个dictionary 学校和排名 如果我们想给它反过来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这个可以用一个非常像我们讲的list comprehension的方法 你可以写4kv in schools.items 然后v写4k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边少写了一个for 这个就是说我们先便利一下schools里面的所有的键值对 然后呢我们把它的值作为key 把它的键作为value 你这样就拿到了一个导过来的这样的键值pair 我们说到这里还可以做个实验啊 我们想看一看这个key到底是不是可以重复的 啊我们把这个地方写个1上去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样会发生什么啊 你就会看到它的key被更新成了后面的那一个北大 也就是说这个key呢并不能够被重复 好我们还是把它改回来 那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 你可能有一些 你有一些单词 或者说你有一个 你有一个set吧 我们正好复习一下之前讲过的set 假如说你有schoolset 等于我们这是一个set 这样的一个set拿到了之后呢 我们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把它变成啊 一堆key把它变成一个编号的序列 所以这种事情经常会同学们如果做 以后学了自然语言处理啊之类的方向 你就会经常发现你需要做一件事情 你手上有一堆单词 然后你希望把这些单词变成数字 因为数字比较好操作嘛 你这些单词实际上计算机是不太好操作的 那这个时候我其实并不在乎每一个 每一个单词究竟变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数字 但是我只需要把每一个单词变成一个它独一无二的数字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造一个dictionary出来 比如说word 我们可以写school to index 等于for i school in school to index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之前学到的enumerate 对吧 enumerate enumerate就是同学们还记得吗 就是把依然是便利整一个iterable的东西 可能是一个list 可能是一个set 但是呢 对每一个element前面增加一个数字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来看一下school to index 会变成什么样子 school to index is not defined OK 这边应该是school set 那所以你发现它的每一个元素呢 就变成了 它就变成了这些学校和index之间的mapping 这里我们也发现因为这个set实际上是不分先后的 所以这个01234是根据它自己内部定义的某一种先后顺序来排列的 这个都不重要 那你也可以把它revert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个index to school 你可以怎么做呢 那这个时候就你又可以用上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方法 你只需要把这个school to index换过来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index to school 我们把它print出来吧 同学们可能已经发现了 如果你不print呢 它其实默认是不一定会print出什么东西的 这个out只是你整一个statement最后的返回值而已 如果print呢 你就会发现它上面一个是school to index 下面一个是index to school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节课要给大家介绍的三种数字结构 分别是tuple和set和dictionary 大家课后可以复习一下我们课上讲过的这些syntax 自己尝试写一遍这些代码 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记忆今天学习的内容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